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她去回徽山 她平时看不出来什么不一样 我就想着带她到回徽山顶上看看 她会不会跟我一样能适应上面的环境 结果她比我还正常 不怕空气稀薄 也不怕冷 嗓门也变大了 山上的雪崩 就是她喊了一嗓子造成的 我老家还能出这么能干的孙子 真是祖分烧高香了 好孙子 真是我的好孙子 昭良觉得没意思 就回到了她自己吃饭的椅子前 爬上去拿起勺子 接着扒拉饭吃 我的好孙儿原来是饿了 好啊 多吃点 今天肯定饿坏了 父王 您也太贫心了 以为是我弄的雪崩 您就用鞭子抽我 是您孙子弄的 您就夸他能干 这差距也太大了 那能一样吗 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只会骑在老子脖子上撒尿 你要有我孙子这本事 你就是把天捅个窟窿 我也不会揍你 那我能吃饭了吗 我也饿着呢 吃吃吃 就这么吃 我这是招谁辱谁了 父王 我的问题还没说呢 你没问题 你能有什么问题呢 你给洛王府 生了这么一个好孙子 你是洛王府的功臣呢 你也饿了吧 快吃饭吧 啊